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子佳 李子佳 2018台北羽球公開賽 南丹冠軍戰 現在要登場了 來自馬來西亞的20歲新秀李子佳 要面對的是武夏立一 來自日本的選手 在賽前呢 在熱身的時候 又去幫他稍微在整個身體狀況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們看看呢 是在這個比賽當中 要未來可能把比賽帶向500等級的這個過程 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是 其實 現在運動防護的一個介入 確實讓 好球可以做變線的發力 對 但是李子佳這一位年輕的小將 其實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一旦他那種連續的 即時止住失血 他是有能力把這樣的劣勢給搬回來 對 因為一旦失分呢 就有一點止不住的感覺 對 所以說在 運動的一個課題 是 6比4 李子佳暫時領先 反殺回來 是 組織之後 在前場繼續做比拚 對角線的切球 控球上面呢 只要展現穩定一點的一些球路呢 確實他這一場球呢 就有贏球的一個機會 對 前後場的調動 李子佳靠著高大的身材都救到了 是 反手為攻的情況下 這一分拿得精彩 對 效果 取得了8比4的超前 對 代表他的整個狀況其實還蠻不錯的 哇 這個李子佳的一個防守啊 也是相當不錯的 這一球打到了王子 對 選手都 跟對手激戰到 哇 這一個體力負荷上面呢 其實 體力的一個條件上面 對李子佳來講 會相對的比較佔有優勢一點 要過場啊 都沒有辦法做修正 哇 身上的手臂來勾 那確實他應該也是要這樣的一個打法 因為其實李子佳他 打球的一個力就控制得很好 漂亮的防守 哇 一個漂亮的前場翻網 中隊上小天啊 其實也 多次的翻網幸運球 對 剛剛才有這一球的得分 對角線的切球 雙方往前的比平 五下力移 喔 借外 往前的小球漂亮 好球 威脅性十足的對角線殺球 就得漂亮 哇 好球 好球喔 哇 李子佳剛剛突破了一個 漂亮的一個攻擊 他也是做一個 比十七 在南南冠軍賽 由李子佳先下一層 後呢 來自馬來西亞的20歲新秀李子佳 取得了1比0領先 比數是21比17 現在跟五下力移展開了第二局的較量 殺球 對 其實身高啊 他們的一個攻擊的質量啊 就相當好 那 也給對手比較有多那種壓力 切球之後改殺球 得到分數 是喔 對角線 改再往前比拚 五下力移打向對角 喔 這一球就得漂亮 但第二排沒辦法啦 反拍透球 靠著自己連續在 中場附近的 總獎金呢 也是他們所要追求 因為 這一次的總獎金呢 我們 雖然我們等級只有在300 但是已經提升到500以上的一個總獎金的 的一個程度喔 哇 這一球鋪得漂亮啊 而且還造成了對方回擊出擊 繼續調動李子佳齁 我們的獎金呢 其實羽球的獎金也在世界的一個運動上面呢 還算 不多的啦 對 因為比起 像 還是要想到啦 所以說他們 所以說我們 其實國際語聯呢 也是要朝這個 像 廣球的一 打一千到七百五的所有賽事 這也代表著選手的 技術能力 或者是 身體素質都必須有所提升 對 都要維持得很好喔 4比4平手 哇 可惜 這名的羽球名將喔 是 那相對的 其實李子佳的現在 7比6 一分差距 漂亮的一個 做一個變速的 變現的一個發力喔 但是 武夏利益就不為所動喔 在站著等他 比子佳 殺球之後 被武夏利益防了下來 用切球 不同的球路 試試看 是 武夏利益 防守真的厲害 很黏 哇 這球 有比較吃力一點喔 掉一個長的 但是 武夏利益 依舊是及時的反應 又把這球擋回來 對 其實 剛剛那幾拍的重扣 沒有 打到得分 選擇 所以 現在打到 第二局 又是拉鋸的情況下 對精神是加劇的消耗 對 雙方的拍數 也是來為的很多 所以說體力啊 真的是這場球 勝負的一個最大的關鍵喔 沒錯 喔 用撲救的方式 救到了這一球 爬起來繼續拚 你看雙方要 互相在 一拍就攻指對方啊 是比較不容易 有兩度掌握主動 但是並沒有辦法 把李梓佳打下來 翻網球 李梓佳救到了 再把這一球擋回來 喔 漂亮的切球 出奇不易 哇 出 臺北羽球公開賽 南丹決賽 目前打到了第二局 在首局呢 李梓佳是 站得上風啊 在第二局 雙方的球路的一個 一個 偏向的一個球路喔 不過真的很敢拚啊 喔 這一球撲下來 就得漂亮 哇 越過去了 真是有這樣發力的一個變化 但是伍佳麗真的是不為所動 都站著等 站著等啊 對小天也算是打了七傷拳 對 自己傷了三分 哇 這一球今天面對 李梓佳比較少用 偶爾來一下 還是殺傷力十足 因為畢竟昨天在這種 對抗之後呢 其實無慮太高了 好球 對 拿下了下半場的第一分 也是他的第十二分 是 但是他現在就把局面給控制住了 當然 突然的重壓 但是被擋了回來 十四比十七 從原本六分差距 現在回到三分差 哇 卯足了全力扣這一球 還是被李梓佳給救到 漂亮的一個高質量棒 對阿 非常傳神 今天又是出現這種情況 對 沒錯 真的是殺到流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連續出現呢 以之前的經驗 大概都會持續一個五到六分 沒錯 馬上所 出現的一些狀況呢 確實自己要把它記起來 然後 在下一拍的時候 或者下一球的時候 馬上要去做一個調整 翻網球 這讓李梓佳逮到了機會 對 六比四 連續兩拍李梓佳都守得不錯 對 雙方再往前 重新做組織 不打 出界 好球 李梓佳一個起跳 輕的就相當強 剛剛那一球 時速是268公里 8比5 三分差 往前的小球 五下來到後場 李梓佳 突如其來的跳殺 被五下李梓佳防守住了 GO 哇這個球翻網啊 這場精采的南丹冠軍戰 五下李梓佳的較量 現在打到第三局了 11比6 由李梓佳暫時領先 那其實在第三局的一個前半段呢 其實太強烈的一個攻擊 他剛剛有幾個點控 事實上也讓他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 得分的一個機會 像這樣的一個發力的技巧 就有稍微做修正 不再選擇那種大動作啦 或者是 13比7 對 往前的小球 五下立一的機會 結果跳起來 反而是沒有辦法打過網 對 李梓佳在昨天的比賽當中 終結了周天成的二連霸 現在看起來也很有機會拿下這場比賽 是 哇 漂亮 這一個漂亮的對角線 對 往前就得漂亮 近身攻擊 被李梓佳擋了回來 來 反排的救球成功 對 這個防守 雖然沒有變到 哇 李梓佳對他的一個整個體力上 有在做控制 哇 結果殺出界外 這個時候李梓佳選擇挑戰 如果這是一個界內球的話 就是超級好球 真的是 哇 界外球 差一點點 對 是 19比9 要打 回擊之後繼續的來回 哇 有點鬆懈 嗯 就從剛剛那一球滿明顯的 沒錯 往前快速的來回 李梓佳殺到了往上去 拿到 決勝點的話 事實上 其實對他 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還是不能持續的失分 對 把球調往後場之後 來一個 往前的球 躲拍的來回 對 相較之下 這一個來回就有自信跟耐心多了 是 好球 抓到機會 相當的有耐心 那也是迫使呢 五下力 對角線的一個攻擊路線 冠軍點 撲就 機會來了 掉往斜半角的後場 漂亮的放啊 好球 切球 比賽結束 恭喜來自馬來西亞的李梓佳 最後 敖戰三局 總算是拿下比賽的項力 21比17 16比21 21比11 台北羽球公開賽 2018年的南丹冠軍 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李梓佳 真的是不容易 二十歲 二十歲 拿到台北共外賽的冠軍 真的是 讓極根